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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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刀 剪刀 你可以用你的手手 剪刀 直接剪刀 剪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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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要跟著轉 你把這邊剪 剪過去就變一剪 還是這一套線 這個給你剪刀 老師還要撈到手 很好 很好 手手不要剪刀 指再轉 好 再把剪刀拿起來 對 你的手要小心 不遠 形狀都沒有關係 我們自己把你牛的身體 要剪出來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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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嗎 好棒喔 繼續用剪刀剪刀 越太越厲害了 那我們要剪身體了 好啦跑出來要把它撕開 才會黏著去 好不好 牛牛需要按摩 我們幫他這樣子 好 按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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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會不會幫他按摩 那換你 那換你 他沒有按摩他好可憐喔 他貼不上去耶 怎麼辦 怎麼辦 你幫他按摩一下好不好 那你幫我貼上去 好可愛的牛喔 你要黏他的多長哪裡 好 然後呢 再來再幫他按摩按摩 趕快 因為他的頭會掉 你看他的頭會去別的地方 你幫他按摩按摩 你看他的頭會去別的地方 你幫他按摩按摩 看一下這什麼 好 好 一塊一塊 哇 他今早幫他畫什麼 小腳腳喔 然後我們還有他的什麼 他的什麼 腳 然後呢 鞋子 哇 要這樣子 這樣子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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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沒有去 有對不對 有沒有去 我喝說你去 飞牛 然後或者是 里面再到 我有 我也去點了 老機跟他們 帶我去 幫牛奶 送給那個牛胸 喔 嗯 我們今天要來換喔 他沒有在捕場 他在裹東西 看到 炒地 到有一些牛牛 然後大大的嘴巴 還有泡在嘴巴裡面游泳 真的喔 我這次去擠喔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好擠耶 要有一個動作才有辦法讓它舒服 不然你會弄痛它的那個 就是擠牛奶的地方 它那個牛牛也會不舒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牧場上呢 你看 青青草原有很多很多的什麼乳牛 他們在幹嘛呢 在低頭吃著草 這樣看到嗎 低頭吃著草 那每一隻喔 你看 對 那每一隻乳牛身上的那個斑點啊 黑色白色的斑點 會不會長的都一樣 不會喔 它的斑點都會不太一樣 紋路都會不太一樣喔 很像它的鼻子 你看 紋路也會不一樣喔 那牛會不會很怕熱 牛不會出汗欸 它很怕熱 它很怕熱 所以呢 它們呢 但是它們還是很喜歡塞太陽 那你看 它們在幹嘛 吃 吃草 沒錯 它們在吃草 它們都喔 好好吃喔 真好吃 它們在吃草呢 你看 可是呢 你看 對啊 你看它們呢 養在牧場的那個乳牛啊 它們為了怕碰到這個鐵絲碗 喝水都要用舌頭這樣勾 它們的舌頭其實長長 就是舌頭要往這邊 往旁邊才能勾到水啊 你看它們會磨磨磨 然後呢 在嘴巴裡面吃草就是這樣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乳牛 它在吃草的時候 嘴巴是不是會一直動 有沒有 你們會一直動 對 它嘴巴會一直動啊 它咬不斷東西 所以它要用舊尺把東西拿 把它咬水 然後呢 才推進去 你看喔 吃飽了 乳牛就喜歡怎麼樣 躺下來幹嘛 休息 然後一直 沒有聽到你們的 可以猜得到嗎 沒有 你看這隻是乳牛 媽媽她準備拍在地上 要站起來的樣子 其實它們站起來也是有一點點失誤 它有可愛的小牛 對啊 那你看 吃晚餐時間到了 猜猜看他們的飼料裡面有什麼 玉米 要什麼他們吃 玉米 玉米 對 你怎麼知道好厲害喔 有玉米耶 然後有加一些飼料 加一些青草 他們喜歡吃青草 對啊 他們喜歡吃青草 那你看他們營養非常豐富喔 我常常吃青草加綠豆 真的喔 青草加綠豆 好 那你看到 乳牛寶寶 在牧場裡面的乳牛寶寶 牠們一生下來就會有號碼 牠會尊贈牠的耳朵這邊 然後牠就會有生分證 然後牠就會有生分證 牠豐富的青草 牠有很營養的飼料 所以乳牛媽媽呢 吃得飽飽的就可以怎麼樣 製造出很多很多又香又濃的牛奶 給那個乳牛寶寶喝 好 那牠們吃的牛奶呢 也是從乳牛媽媽身上擠出來的喔 一隻乳牛媽媽一天可以擠出 一大桶的牛奶 一大堆 對 一大桶的牛奶 有看到嗎 這是牠擠出來的牛奶 乳牛媽媽生下小寶寶 牠就會 奶水就會多的更 多的就會噴出來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奶水就會比較黃一點點 好 然後呢 這時候的牛奶 乳牛 小乳牛呢 就是小隻的乳牛 吃起來呢 也會比較有利害 牠有拿著這瓶子 那乳牛爸爸 會不會生產牛奶 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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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因為牠是男生 因為牠是男生 嗯 女生才會 對啊 那每天早上跟傍晚 乳牛媽媽媽都會排隊 對阿 那牠牠牠會排隊 你自己拿 對啊 那牠牠牠上面的 叔叔就會放什麼 放音樂 讓乳牛媽媽可以放鬆 因為牠一放鬆 那個奶量才會多 那媽媽可以很 心情好 然後擠出的牛奶就會很多 那你看 這是準備要擠奶了 牠會先消毒 然後呢 幫牠按摩按摩 然後擠奶前 就會先擠掉一些些的牛奶 然後再幫牠們裝上那個 喔 現在都機器 裝上機器之後 牠就會自己幫牠 有看到嗎 酸酸酸 牠就會把這個四個小杯子 套上去之後 他們就會 吸牠的牛奶 喔 然後 吸完之後呢 牠們就可以去休息了 牛媽媽的牛奶 對啊 那擠完擠下來的牛奶呢 就先存放在這個乳槽裡面 然後再用浸牛奶的車送到工廠裡面 那邊超級大的瓶子裡面裝著牛奶 對 裡面全部都是剛剛擠出來的牛奶 然後把這些牛奶送到工廠裡面 然後再經過一些什麼 經過一些程序之後 就是我們喝的什麼 鮮奶了 對 要經過很多工程喔 還要檢驗 要清淨 要殺菌 還要清晰 然後 一樣功能少 才能變成我們現在喝的鮮奶 好 所以呢 牛奶裡面有很多的營養喔 你們現在有沒有喝牛奶 有沒有喝牛奶 有沒有喝牛奶 對啊 有喝牛奶 每天都有喝牛奶 每天都有喝牛奶 對 喝牛奶有沒有很厲害 好有喔 喝牛奶就會變 讓身體變強壯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 換個牛欸 我剛剛 炒對不對 他生活在牧場裡面對不對 來 可以穿圍兜兜 幫你加白色的 加完之後呢 喔喔 我們今天的子牛 要用 你要用鹼的 要用濕的都可以 我們先來把牛奶分解下來 我要用鹼的 好 都可以 然後鹵牛怎麼樣 有頭對不對 頭 是不是圓圓的 還是你的鹵牛頭 想要圓圓尖尖的都可以 然後看你的鹵牛要長什麼樣 然後要什麼 一個橢圓形的對不對 好 這是他的哪裡 這是他的身體 對不對 然後呢 鹵牛的耳朵 耳朵是在旁邊 然後旁邊 它是有點圓圓的 大大鍋 然後呢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小小的什麼 角 喔 有什麼 像鹵牛一樣 然後呢 還有一個什麼 這個吧 一隻 我們把它當成是鼻腳 對 然後把它兩個 兩個洞洞的 對 然後有心 等一下我會看你 欸好像馬鵝喔 對不對 好像馬鵝喔對不對 可是馬鵝有腳嗎 沒有 沒有欸 好然後它什麼 一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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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它身上有什麼 斑點 對 它有很多的斑點 你可以用你的手 在黑色直接幫它抹就好了 要長什麼的斑點都可以喔 你想要鹵牛長什麼斑點 那請問一下 你有牛的斑點是什麼顏色 嗯 黑白 對耶 沒錯 它等一下已經有 已經有白紙了對不對 所以你等一下只要幫它抹上 黑色的斑穩就可以囉 那還少什麼呢 腳 在腳 那我可以幫它做一個舌頭嗎 然後呢有什麼 幾根腳 牛牛幾根腳 三根 蛤三根 四根 有四根 那牛牛的腳 會不會有黑色的斑穩 會喔 它也會有喔 所以你要幫它塗上去囉 還有三根 你可以幫它塗很多的斑穩喔 但是 不要把它全部塗黑了喔 對啊 它就變成什麼 黑牛了 黑牛 對 你不要把它變成黑牛 那它就沒有牛仔雞了囉 知道嗎 好所以它是什麼 黑白的斑穩 對不對 跟 跟有一個動物很像 跟好多動物都很像 就放上去 我們真的是有去看牛 真的齁 有什麼 有什麼 小時候 身上有黑白斑穩的 斑馬也有 斑馬也有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我們上次有做過 有一隻什麼 熊 什麼熊 熊 熊 熊貓 熊貓 是不是身上也是黑白斑 對不對 還有斑馬 對 它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好那我們一邊做 如果有問題 很簡單 很簡單 對不對 很容易